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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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在財務管理上面的一個表現 那順便也介紹一些就是說 我們很可能在一般的同學裡面 他可能會有一些 對財務還不是非常了解的一個狀況之下 很可能會覺得原先是正確的事情 到後來很可能會覺得就是說 喔 原來觀念上不一定是那麼的正確 好 那所以我們的大綱 第一個 當然是講企業的目的 不過這個目的當然事實上是比較像是目標 那英文翻過來 那這邊就叫做企業的目的 那我們可能要把我們自己定位為說 我們在學這門課 是幫一般的營利機構 一般的營利機構 如果他要做財務上的決策的話 那他的一個決策的依據是什麼 所以我們會先講企業的目的或是企業的目標 然後接下來的話會講財務清理人他的角色 所以這角色的話就是說 他應該做什麼樣的決策 來幫助公司去達成他的目標 然後我們也會因為他必須要扮演的角色 衍生出來才會管理他的決策的內容是什麼 那當然我們會在這一章的最後面 會去檢驗這些決策這些目標 這個中間會不會有什麼衝突 那所以我們就會談一下企業經理人的一個代理關係 那各位如果是大二的學生 那顯然你們已經選過初級會計學 那初級會計學呢 他就會跟各位講說 資產負債表的長相是怎麼樣 OK 所以我們在這邊要先很簡單的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的一個整個公司的一個架構 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那我們首先來講一下 我們從這個資產負債表來看 那各位當然知道就是說 有一家引力機構 有一家公司 他如果要正常的營運的話 他一定要有一些資產 有一些資產 那比如說你 大家最熟悉的7-11 7-11要能夠運作的話 他應該要有一個店面 那店面呢 除了店面以外 他應該會有一些機器設備 各位當然有看到他們有一些 那個冰箱啦 有一些收銀機啦 有一些電腦 有一些網路上面可以買東西的iPhone 那樣的機器設備 那除此之外呢 他們要有一些存貨 你架上上面的一些飲料啦 泡麵啦 那些就是他的存貨 那我們說 一家營利機構 他要能夠正常營運的話 就要配置這些資產 那這些資產呢 當然都要用錢去買 OK 所以呢 理論上呢 他就有要去籌措資金 來讓他購置這些資產 來讓他聘用員工 然後來讓他能夠營運 然後能夠產生收入 然後賺錢 所以呢 這是一家營利機構的 一個大致上的狀況 好 那最主要的 我們要講就是說 為了取得這些資產 他要去籌措錢 籌措資金的來源呢 有兩個 一個呢 當然是由負債 你跑到銀行去借錢 跑到銀行去借錢 當然我們要講負債啦 股東錢那個 比較複雜的概念的時候 在我們這個整個 整個財務管理裡面 一直都會重複去講一些 比較詳盡的一個東西 在我們這邊呢 我們就先很簡單講說 我們負債 如果說 我們有一些債權能 我們跑到銀行去借錢 ok 除了跟銀行借錢以外 我們會有股東 或是所謂的資本組 看你公司的大小 你很可能就是少數幾個人 合起來出資 然後就 開辦起來是一家公司了 所以我們會有資本組 那如果我們講一下 如果他是債權能的話 債權能 債權的資金來的話 那債權呢 債權能他就會 去注意一下說 這管理的團隊 到底令不令我信任 然後這家公司是不是具備 有很多的一個資產 然後能夠保障 我借給他的錢 未來能夠很合理的 得到利息跟本金的償款 ok 然後最主要就是說 我也有很多的股東出資 那股東呢 各位應該了解 在整個公司裡面 股東就是 這家公司真正的老闆 好 那當然我們這邊當然很簡單 是講7-11那個超商 那樣的一個架構 但是一般我們 習以為見的那些公司 通常會擁有非常多的股東 像台積電 那麼大的一個公司 那他的資產超過一兆元 然後他的 業主權益的那個市值 也超過一兆元 好 那這樣的一家公司呢 他擁有多少股東 他當然有很多法人股東 有很多個人股東 那保守的估計來講 他個人股東也會超過幾十萬 幾十萬的人 擁有台積電的股票 那各位當然知道 如果說有那麼多的股東 在那一邊的話 每個人都是形式上 擁有這家公司的經營權 擁有這家公司的一個 一個權利 那你會知道就是說 那麼多的人真的每個人 都知道如何經營台積電嗎 當然不太可能 ok 那所以那麼多的股東來講的話 他有沒有辦法 每個人都打個電話 告訴張忠摩 你今天該怎麼做 大概也不可能 所以我們在一般的 組織運作裡面 我們就會有一種 行使權利的方式 就是有眾多 可能不是很專業 可能也不是很有時間的股東 去選出來我們的董事會 董事會裡面呢 會有董事監察人 或是所謂的獨立董事 那這些呢 董事會裡面的成員呢 他的主要是代表 資方的權利 那當然這是非常寒粉 因為我們知道說獨立董事 他的角色不是 僅僅是代表資方的權利 但是如果說我們一般 比較單純的一個機 機構來講的話 那就是說董事會 事實上就代表所有的股東 那股東當然想要賺錢 對不對 那董事會的成員呢 他當然就是說 第一個 他必須要代表 資方 代表出資者的一個利益 那第二個他一定要有專業 各方面的專業 OK 然後他能夠呢 組成一個董事會 然後他去聘任高階管理人員 聘任我們的管理團隊 OK 那由管理的團隊呢 去負責我們這家公司的日常營運 OK 那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架構 那為什麼要先介紹這個簡單的架構呢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解釋一些 所謂經理人跟股東之間 或是跟董事會之間 所會產生的一些代理問題 也就是說 我們希望我們的經理人 按本就章的 去扮演他的角色 可是畢竟經理人也是人啊 OK 你雖然規範他要去做怎麼樣的事情 但是他會有一個個人利益的考量 那這些個人利益的考量很可能會 損害我們股東的一個權益 股東的利益 那如果到時候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們首先要了解的就是說 這些事情到底嚴不嚴重 那如果這些事情嚴重的話 要如何去防患 OK 那如果這些事情嚴重的話 會不會影響到我們前面所講到的 一些企業經理人 所要達成的目標 好 那我們今天這個章節 最主要就是介紹這些東西 好 好 那我們首先來看到 所有的企業管理的課本 開宗明義一定會告訴你 就是說企業的目標 或是企業經理人的目標 是在追求股東價值的最大化 追求股東價值的最大化 那各位當然也都很聰明 看到這句話的時候 你如果不是學財務出身的 你可能會覺得就是說 那股東價值的最大化 它到底是什麼 我說我如果是一個企業的經理人 我怎麼樣能夠確定我 今天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有在致力於幫助股東價值的最大化 股東價值的最大化 當然各位一眼看來 你會知道它是非常 文藝上的一個宣誓 就好像我們宣誓 某個地方的那個主權是我們的 好像你感覺好像又有 有一點感覺 然後好像就說 那如果主權是我的的話 我想買一張船票到那邊去 走一走釣個魚 錄個營 好像也不行嘛對不對 好 那股東的價值最大化呢 你怎麼能夠確定 能不能達成股東的價值最大化 因為它是有點虛無飄渺 當然你可以很直接的想到說 沒有錯啊 這個公司的股東是擁有這家公司的 那公司的股東擁有這家公司的憑證 叫股票 那追求股東的價值最大化 當然是希望說我的股票的價格 漲得越高越好 我懂了 可是今天各位也了解 股票的價格影響的因素非常的多 那你身為一個公司的經理人 你要什麼做才能夠讓你的股票的價格 講得越高越好 OK 你好像就覺得就是說 可能你要做對很多事情 才能夠讓股票的價值高一點 好不好 好 那所以各位很可能講說 這個股票價值的最大化 好像很難去捉摩 那我們打開報章雜誌一看 我們常常看到一些報章雜誌常常在串搭的一個概念 比如說各位很可能會常常會聽到就是說 今年某某公司它的上半年的EPS等於多少 EPS當然就是每股盈餘 所謂的每股盈餘就是說 對於每股的普通股 我們今年所賺的稅後淨利是多少 OK 那我們假設你們都應該有那個粗塊的背景 應該聽得懂什麼叫做每股盈餘 那所以呢我們是不是追求每股盈餘的最高 因為理論上你看到報章雜誌上 在闡述的那個故事的內容就是說 因為這家公司今年每股盈餘比去年要高 所以我們期待它的股票會越來越高 股票的價格會越來越高 好像這好像大家一看就覺得說 這是必要的一個連結 OK 那第二個呢我們也常常看到就是說 這家公司的那個銷貨的收入 我們常常你如果有去看那個 那個財經的新聞節目啦 或是包張雜誌 那你一定會很關心說 為什麼今年宏達電 它的股價 可以從年初的一千三百多塊 跌到現在一股不到三百塊 那大家都一起就是說 哦原來我們今年的GDP的那個成長 之所以會掉到不到百分之二 那是因為宏達電 他們在上半年他們的外銷的那個 少掉兩百多億的美金的收入 對不對 那你當然也會看到就是說 有些需求比較旺盛的公司 它的銷貨收入 今年比去年增加了多少 所以它股價 最近股價表現得比較好一點 好 就好像就是說 欸 那我們是不是能夠很具體而微的 就把它想像成說 我們是在追求盈餘啦 在追求股票啦 或是最近大家最常講的就是說 蘋果啦 或是三星啦 或是HTC啦 它的市佔率是有多少 好像我們覺得說市佔率越高的 好像就是它的表現會越好 那我們剛才講說 我們企業或是我們經理人的目標 是在追求股東的價值最大化 那我們為什麼不乾脆 就把我們的目標 就寫成追求盈餘的最大化 追求銷貨收入的最高 或是追求市產佔有率的最高 那當然在包章雜誌 因為那些記者 也不一定是學財務金融跟會計的 所以他們也不太了解說 盡量的去報導那些EPS啦 銷貨收入 然後把它直接引申為 跟股價有最直接的關係 有沒有什麼樣的錯誤 因為他們不是學財星跟會計的 但我們在這邊 我們必須要強調 一個企業不能有 視視而非的目標 當你有視視而非的目標的時候 那事實上 有些時候你認為 你在追求公司的價值 但是實質上 你很可能在傷害公司的價值 那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那各位 我們假設 在場的應該比較多的是 會計技術學生 那各位當然知道 會計的盈餘產生的過程 是如何產生的 因為第一個來講 我們盈餘的計算是什麼 從1月1號到12月31號 好 今天如果說 我們有一家公司 他就明定他的目標 就是說 我們追求2012年的EPS最高 我們假設我們這樣來定 OK 如果你追求這樣的目標 你就會怎麼樣 你就會依據這個目標 去考核你所有經理人的跡象 也就是說你的經理人 如果能夠帶來最高的EPS的話 那你就會給他比較好的待遇 是不是這樣子 要不然你這個目標 為什麼要設定這個目標呢 所以理論上 你要設定這個目標 然後依據這個目標 要去做為績效衡量的標準 好 那今天如果說 所有的經理人都知道 這是遊戲的規則 那你知道他會怎麼做 他會不會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如果說我2012年 我希望我的EPS很高 那我會不會去做一些 會增加2012年的EPS 但是會損傷 未來的年度的EPS的事情 如果我把這個觀念做得非常極致的話 那我就會知道就是說 有些經理人 為了讓今年的績效好看一點 OK 所以他會怎麼做 他就會在年底的時候 他就會推出一個 可能促銷方案 他可能會告訴你說 只要你在12月底以前 來跟我訂貨 那我就會打怎麼樣的折扣 那對於很多企業的商品來講的話 他可能需求原先是一個 穩定的需求 但是你只要說 你在12月31號以前 來跟我訂貨 出貨 那我就會 給你 九折的優待 OK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有些原先應該是屬於明年的需求 那可能有些客戶就會覺得就是說 那我早一點跟你訂的話 可能會有比較好的折扣啊 所以我很可能就 原先是明年要訂貨的那個額度 就拿來今年來跟你訂貨 所以你今年呢 就會怎麼樣 那收入就會比較高一點 對不對 盈餘就會比較高一點 那收入跟盈餘比較高一點的話 那你事實上 你這個期間的收入跟盈餘比較高 你事實上是損傷了下一個 會計年度的收入跟盈餘 對不對 所以你這個年度的收入跟盈餘高了 然後下一個年度我們假設說 收入跟盈餘就變少了 那我們要知道就是說 今天股票的價值 我們在未來的章節會 不斷的跟各位講說說 今天你股票的價值 是你未來這家公司 每一年所能創造盈餘的能力的 一個折限值 也就是說 你今天之所以股價會價值 500塊錢 300塊錢 那是因為這一家股票在未來 每一年都能夠創造 怎麼樣的價值 你如果把未來的收入 未來的盈餘 挪到今年來 那你事實上 今年的盈餘比較高 但是未來的盈餘比較少 那你真正的股價 是會真的比較高 還是比較低 那我們要告訴各位 如果真的你會從事 這樣的一個操作的人的話 那你做這種操作 以後的股價 顯然是會比較低的 OK 因為這不僅只是說 東挪西挪的這件事情 把未來的盈餘 挪到今年的盈餘來 因為任何一個資本市場的參與者 他如果發現一個經理人 會有做這樣的盈餘操縱的 一個習性的話 他就不太相信他的會計報表 他就不太相信這家公司的管理績效 一旦不相信你的管理績效 他就不會去買你的股票 那一旦賣你的股票的人多了 買你的股票的人少了 股價就一定會下跌 所以這不是純粹說 我們東挪西挪 那整體來講 總收入不變 總盈餘不變 那怎麼股價會變得比較低 而是你會失去市場的信任感 那是失去市場的信任感 你的股價就會變低了 OK 所以我們這邊想跟各位強調了一下 就是說 因為我們學過會計 因為我們學過財務管理 我們知道就是說 一旦我們去追求這種 盈餘最高 銷貨收入最高 那你事實上 你就會反而適得其反 有些時候你會追求這些目標 很可能造成你股東的價值的一個傷害 OK 那我們再回過來 那我們剛才所講的那個追求 股東價值的最大化 那又是什麼意思 因為如果這些東西 不能當作目標 那股東價值最大化那個目標 看起來又很虛無飄渺 那我們必須要跟各位解釋一下 因為這個牽涉到整個財務學的一個理論的很多的很多的一個理論的精髓在裡面 那我們會說 其實你今天很難得依照會計上的那些格式 然後去要求經理人去做對哪些事情 不做哪些事情 那我們後來我們就想說 因為在我們財務理論裡面 我們認為這個市場是有效率的 有效率的 如果今天你做的一件事情 不管你這件事情 在另外一家公司來講 是一件錯的事情 在你這家公司來講 可能是對的事情 那我們認為說 因為這個資本市場 因為這個資本市場所參與的人很多 而且所參與的人都非常具有專業的知識 所以今天任何一家公司去做一件事情 如果對這家公司產生盈餘的能力 或是未來的現金流量有幫助的話 那資本市場會在非常迅速的時間裡面 去把這些資訊解讀 然後把它傳導到他們的評價模式裡面 然後他們馬上就能夠決定 這樣的一件事情 對你這家公司的股價應該有多大的一個影響 然後他們會根據這樣的訊息 而去買賣你的股票 所以你的股票的價值 就因此能夠增加或是降低 所以我們在這邊如果說 那經理人要追求股東價值的最大化 那其實我們就是很明顯的 跟各位講就是說 各位經理人只要依據 我們在各種管理的課本裡面 或是管理的策略裡面 然後你去做對的事情 那市場自然而然就會把你所做的事情 然後解讀為對股價的影響 然後非常迅速的在資本市場裡面反映 那因此呢 你只要做對事情 股價就會上漲 你要做錯事情 股價就會下跌 不管你表面上的理由是什麼 OK 比如說 A公司想要詬病B公司 那各位當然知道 並不是所有的詬病都是成功的案子 所以有些公司是A公司 詬病B公司 股價大漲 有些公司 C公司去詬病D公司 C公司的股價大跌 那為什麼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也就是說 並不是詬病這件事情 一定是帶來財務的增加 因為市場上要去看你 詬病的條件好不好 你為什麼要詬病這家公司 是不是有對的理由 OK 所以呢 你常常會看到說 明明就是做同樣的事情 A公司的股價漲了 C公司的股價跌了 那所以我們也不能告訴你說 做哪一件事情 一定會造成股價上漲 而是你要做對事情 做對時機 而且用對的條件 那資本市場 有那麼多的聰明的人 那麼多人在參與 他自然而然會把你真正 所有的交易 對股價的影響 解讀得非常清楚 然後非常迅速地反映 在資本市場裡面 OK 那所以呢 我們說 追求股東價值的最大化 它並不是一個很虛無的概念 而是就是說 我們再去闡述一個企業的目標裡面 我們很難 以三言兩語 就告訴你說 你怎麼做 就是會增加股東的價值 怎麼不做 就會減少股東的價值 我們沒有辦法三言兩語 所以我們只能非常簡單地去講 去講說 那你就是要做對事情 因為市場的眼睛是非常明亮的 你如果做錯事情的話 那你的股東的價值就會被降低 好 那 好 那這是一個基本的開端 那 可能很多人就是說 那 我是一個財務經理人 那 我的任務應該在哪裡 那 事實上呢 這個任務其實也跟我們剛才所講的 那個資產負債表那個格式 有點關係 各位 資產負債表 重要的一個 三個最大的element 一個是資產 一個是負債 一個是業主權益 OK 資產負債跟業主權益 那你如果是財務經理人的話 那你的目標 你的任務 你的策略 就必須要分這三大任務區來做 第一個 資產 那各位要知道 我們如果說 費盡千辛萬苦去籌錯的資金 去跟銀行借錢 然後去跟股東籌款 那拿來錢以後 我們投資在資產上面 所以投資在資產上面 就是讓你企業運作的 所有必要的條件 OK 投資在資產上面 那你會看到就是說 你當然是希望你的資產 的報酬率越高越好 資產的報酬率越高越好 容許我回到 剛才那個圖 好 各位看一下 我們資產是在資產 負債表的左手邊 我們當然希望說 你籌錯錢來的配置的資產 那資產開始運作 那對於我們來講的話 就是說 資產的報酬率 希望它能夠 越高越好 對不對 那為什麼我們要賺 資產的報酬率 那你一定 學過會計的人 你一定會知道說 因為我這邊有跟別人借負債 借負債你要怎麼樣 還利息 對不對 建負債你要還利息 那還完利息以後呢 剩下的東西呢 就由股東權益來 來繼承 那我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那這個簡化的例子 事實上 沒有 沒有太多的一個真實的一個 一個 一個 象徵性 因為我們這中間 應該要考慮一些稅的一個效果 那我們假設這樣來講好了 我們 籌錯了 100塊錢的資金 那這100塊錢的資金 有50塊來自負債 50塊來自業主權益 我們籌錯了100塊的資金 放在這裡 然後我們這100塊的資金呢 運作了一整年以後 那我們賺了20塊錢 賺了20塊錢 賺了20塊錢 也就是說我們的報酬率是20% 好 那我們賺了20塊錢以後 那我們就是說 我們在期末 我們第一個就要還的是什麼 利息 我們可以還利息 那我們說 我們假設那個利息是10%好了 那我們跟 銀行借的錢是50塊錢 對不對 跟銀行借的錢是50塊錢 那50塊錢 那如果10%的利息的話 那我們賺來的這20塊錢 會有5塊錢 去給銀行交利息 對不對 5塊錢 那剩下的15塊錢呢 就屬於股東所有 屬於股東所有 那股東出資也是50塊錢 對不對 所以你的15塊錢呢 除以50塊錢的出資 那股東的報酬率率遠遠是30% 所以你要看到說 資產的報酬率是20% 然後呢 負債呢 的利息的利率是10% 那因為你負債跟業主權益 各出資一半 那所以呢 我們這邊如果是20%的報酬率 他只拿走10%的話 股東權益呢 就能賺30% 所以股東權益 我們常常在講就是說 負債就是股東權益的財務幹桿 財務幹桿 他的用來就是說 你可以出資比較少 但是你可以讓你的 股東權益的報酬 比較多一點 所以呢 我們再回到 我們剛才 經理財務經理人的目標 如果從剛才那個圖裡面 你應該了解 你當初在跟銀行借錢的時候 那個利息是事先就約定的 利息是事先約定 也就是說 你利息 是在你沒有經營之前 你就確定是10% OK 所以你如果站在股東利益的前提來講的話 你一定會知道 那因為債權能拿走的是固定的 所以呢 基本上我只要能夠把 資產的報酬率 資產的報酬率 然後能夠讓他越高的話 那因為債權能拿走是固定的嘛 所以我資產報酬率越高的話 我間接的就可以 好像可以導到說 那我的股東權益的報酬率就越高 對不對 所以你財務經理人 站在股東的一個立場來講的話 第一個你就要執行 非常好的投資策略 你這錢的投資 能不能獲得很好的報酬率 那這就是一個 第一大的一個issue 對不對 你錢拿去哪邊投資 那你就會得到很好的報酬率 所以我們在財務管理的第一部分 我們就講投資決策 那投資決策它事實上不是那麼簡單 不是那麼簡單的一個原因就是說 你今天你蓋台灣高鐵 你看101金融大樓 那 看101金融大樓 這個101金融大樓的管理團隊 它跟台北市政府 如果各位不知道101金融大樓是什麼的話 它是一個台北市政府委外的一個BOT的案子 你們可能也不知道它是BOT的案子 那它當初跟政府簽約的時候 是永久經營管理前70年 OK 因為那土地是政府的 政府允許它那邊蓋了一棟大樓 然後他們可以把那個租金租出去 好 那這個投資案是70年的 它怎麼能夠確定說 它70年賺不賺錢 OK 70年你能不能預測到說 我每一年能夠出租率多少 租金收度是多少 所以你站在你管理階層來講的話 你要用盡最好的方法去判斷 這未來的70年 你能夠收到多少的錢 然後你還能判斷說 我為了蓋這棟金融大樓 我要去籌措多少的資金 怎麼樣籌措資金 我會花多少的錢去蓋這棟大樓 那我甚至在這一段期間裡面 要付給政府一些權利金 那我怎麼樣確定說 我這個投資計畫是賺錢的 所以顯然它不容易 雖然我們概念上說 我們盡量追求我們的投資的報酬率 越來越高 但是它不是很容易做得到 那你做得到做不到 很精確的分析跟你這個案子 會不會賺錢 會不會賺到足夠多的錢 這有些時候不是完全對等的概念 因為你在做投資的時候 非常多的人做投資的時候 他只是用一些概念分析 那他感覺會賺錢 他很可能就投下去了 OK 那當然站在大學的課堂裡面 我們不能告訴你 每個人就憑感覺做啊 反正你做很多分析的人 也不一定會賺錢 那做很少分析的人 也不一定會虧錢 所以我們就不要做分析 是不是這樣子 沒有 我們後來發現說 那種直覺能不能做得很好 是跟你專業的背景 是不是非常有經驗 非常有好的概念 是有相關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 我們還是要跟各位講說 我們還是很乖的 去把這些投資分析的事情 然後把它搞清楚 所以我們的經理人第一個 就是執行非常好的投資策略 好 那其實我們的價值呢 我們剛才定義的價值就是說 我們希望投資的報酬率 越高越好 因為我們知道說 我們的債務的資金成本 是固定的 所以只要投資的報酬率 越來越好的話 那自然而然 我們股東的報酬率 就會越來越高 那在我們管理學裡面 企業管理學裡面 我們有定義一個類似 其實像是所謂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 Economic Value Added 叫EVA的概念 那這是經濟附加價值 經濟附加價值呢 它事實上是等於 這個ROA 減掉 ROC 應該是Custle Capital好了 應該是Custle Capital好了 然後乘上Invest Capital OK 那也就是說 你資產負債表的左手邊 資產負債表的左手邊是資產 對不對 那資產會產生報酬率 那資產負債表的右手邊呢 就是股東權益跟負債 股東權益跟負債呢 理論上會產生資金成本 那負債會產生資金成本 大家很容易了解 因為你到銀行借錢 銀行會charge你利率 對不對 負債會有資金成本 然後我們也要 顯然的跟各位講就是說 今天任何一個普通股的股東 他如果決定 要投資到你公司的股票來講的話 他心裡面會有一個保留的 一個想要要求的報酬率 如果今天公司呢 帶給他的實際的報酬率 沒有超過他心裡面 所想要的那個報酬率 他就會把股票賣掉 股票賣掉呢 股票的價格就會往下降 那你原先給他的股利啊 什麼東西 原先很可能達不到那個報酬率 但一旦股票的價格下降以後 你就發現後來 他心裡面要求的報酬率 還是達成的 OK 所以我們在這邊來講的話 就是說 這個 一般的普通股股東 會依照這家公司的風險 跟其他的要件 會去形成對這個公司 股票報酬率的一個要求值 這個要求值可能 他是必須要去估計出來的 因為表面上 你不一定看得出來說 這個 股東權益的資金成本 是多少 好 所以我們理論上呢 可以估計出來 我們的債權能 的利息 跟股東權 股東所要求的那個報酬率 然後加權平均會算出來 一個公司的一個 資金成本 如果說你今天 站在財務經理能力場 你去投資的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資產 那所產生的投資報酬率 比你原先所估算的 債權能跟股東 所要求的資金成本 還要高的話 那這邊就是會 創造出來價值 OK 好 那所以呢 我們在這邊呢 我們就是要跟各位講一下 財務經理人的第二大的一個政策目標 就是他要找出好的融資策略 好 那這個好的融資策略 稍微有一點點複雜 也就是說 他不是那麼簡單就是說 好 那我就盡量去 追求資金成本最低的那種融資策略 那理論上來講 這個融資策略會產生怎麼樣的資金成本 他是有一點複雜的 第一個來講 我們可以事先告訴你 舉債一般而言 他的資金成本是比較便宜的 那股東權益一般而言 他的資金成本是比較高的 那各位很可能最直接想說 那我就拼命舉債就好了 可是對不起 你拼命舉債以後會怎麼樣 借錢借太多會怎麼樣 風險就比較高嘛 對不對 因為借錢借太多代表說 每一年的利息負擔會很高 利息負擔是固定的 那我們知道公司賺錢 不會說我每年都一定會賺錢 就這樣很好的公司 他有可能會碰到一些經濟不景氣 或怎麼樣 他那一年就沒賺那麼多錢 或是甚至賠錢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每年非常高的利息負擔 就會構成是一個什麼 造成你債務違約的一個要件 OK 所以通常很穩定 經營的一個經理人來講 他絕對不會把錢借到極致 因為他偶爾也要想到雨天的時候 所以我們在這邊 所謂執行好的融資策略 不只是指一個低資金成本的一個 好的融資策略 OK 他也要權衡他的一個公司的一個風險 權衡公司的風險 也就是說那個舉債太高的話 很可能導賬風險就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他今天很可能不是說 因為舉債的資金成本比較低 所以我就拼命去借一些 比較便宜的舉債資金成本 他的考量必須要去中和的 好 那我們剛才有講到 那經理人的第一個目標 就是要做好他的投資決策 希望能夠找到很好投資報酬率的 一個資產配置跟經營的條件 那當然我們這邊很多是管業的學生 各位要知道 也不是說只是靜態的資產 就一定能夠帶來好的報酬率 那嚴格上來講要有好的經理人 有好的經營策略 有好的那些軟體 才能帶來好的投資報酬率 所以我們這邊沒有刻意要簡化說 那公司要賺錢這件事情 只要買對資產就對了 倒不一定是這樣子 那第二呢 我們要有好的融資策略 那融資策略當然我們會花幾乎 一半財務管理的那個課程 然後來告訴各位如何去籌作資金 能夠達到降低資金成本 那維持你可以容忍的那個風險的程度 那這是我們可能也是 我們上課的第二半部需要去講的 那第三件事情呢 就是要去決定 公司如果說依照我們剛才的講法 他如果做對了投資決策 做對了融資決策 那他就會賺錢 那賺的錢以後呢 你要做什麼 賺的錢以後就 當作鼓勵把它發放出去嗎 那我們大概有兩種力量 在那邊去取決說公司賺了錢以後 你到底該做什麼事 那第一個力量就是說 就是說一般來講 會取決股票的價值高或低 是會來自投資人對於股票的一個期望 那各位要知道說 那市場上的投資人 除了一般個人的投資人以外 另外有蠻大一部分的力量 是來自於法人投資人 這個法人投資人呢 包含退休基金 包含共同基金 包含很多其他的那個法人的投資人 甚至一般的企業也會在股票市場上面買股票 那通常這些法人或是一般的個人 他買股票的部分原因就是說 他希望有一個穩定的現金流量的來源 尤其比如來講退休基金 退休基金呢 他們希望說他們買到很好的資產 然後每年可以創造很充裕的現金流量 然後他們就可以利用每年所收到的現金流量 去發放那些退休金 也就是說他可以保留金基母 只要每年生的蛋拿來當作退休基金 這樣發出去就好 那你知道每一年每一年他們都會有 還會有那個新的那個員工去繳交提搏 退休基金 所以他們的退休基金的資產都可以越滾越大 那相同的很多的那個 共同基金也有相同的要求 所以呢對於一個能夠穩定發放股力的 一個股票來講 他可以滿足絕大部分資本市場的投 投資人所希望投資的一個要求 好 那我們的所謂的第二股力量就是說 其實最近有越來越多的企業 他賺了錢以後 他可能會決定保留比較多的一個盈餘 然後來當作未來的投資之用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舉例來講 大家都知道 現在全世界最文明的企業是什麼企業 叫做蘋果 Apple 那蘋果呢 他現在帳面上面有1000億美金的資金 現金 他是用現金的形態去表示 1000億的美金是多少 三兆新台幣 三兆新台幣 哇 非常大的一個現金的量 OK 那蘋果每年都賺很多的錢 他有沒有發放現金股力 他一直到今年才發放現金股力 蘋果的股票 一股現在市場價值已經接近700塊錢 670塊錢 那他今年發放多少 每股發放多少股力 一塊錢的股力 一塊多的一個股力 OK 那你想說 賺那麼多的錢 股價那麼高 你只發放一塊錢的股力 為什麼 因為他要把絕大部分所賺的錢保留下來 他保留下來做什麼 當未來投資之用 那我們在講資本結構理論的時候 我們也會講到一個理論 那個理論就是說 我們一般的公司 他會在擴充或是在進行新的投資案的時候 他第一個會選擇的資金來源就是保留盈餘 那保留盈餘當然就是公司把以前賺的錢保留下來當盈餘 他可能在資產負債表那邊就是叫做現金 OK 那他們之所以選擇這樣做的一個原因就是說 比如說像競爭激烈的科技產業 比如說像蘋果的那種產業 他目前跟三星跟HTC跟其他的手機的廠商 都在進行非常大的一個競爭 如果說你賺的錢把它發放出去 可是你要進行新的投資案 你又會怎麼樣 又必須要去投資對不對 如果說我賺了多少錢我就發放多少的鼓勵出去 那我今天我如果要開發所謂的iPhone 5 那你要怎麼樣 你第一個可能就跑到銀行去借錢 對不對 那到銀行借錢呢 你一定要跟你的債權人講說 啊我跟你借這麼多錢 就是因為我要開發iPhone 5 那你要想說要開發那個新的手機 那你是不是需要讓他知道細節 要不然他怎麼會把錢借給你 對不對 所以因此呢你如果間接去籌資的話 你可能就必須要把你的消息揭露出來 那你的競爭廠商就會知道 所以呢我們越來越多的廠商 他會認為我如果今天保留盈餘的話 我要進行新的投資案 我完全可以在機密的狀態之下進行 而任何的資本市場的人都不會知道 我在進行什麼的案子 所以越來越多的公司保留大量的盈餘 然後呢保留大量的現金 那我們可能也會在我們這個課程上面會提到 其實現金的部位在我們目前所處的這個年代裡面 它是一個競爭策略的優勢 你保留越大的天金 然後你在競爭策略上面的彈性就會越大 那所以呢我們今天你也可以看得到 台積電 台灣最大的公司 那它的現金部位也有一千億 只不過那一千億是台幣 那蘋果的一千億是美金 那所以呢 站在一個財務經理人的話 的立場來講的話 他又要發放鼓勵 因為你不發放鼓勵的話 你不能滿足你絕大投資人的需要 一方面你要保留足夠多的盈餘 來進行我們公司有利的投資案 所以如何去全肯保留盈餘 或是發放鼓勵 這可能也是很多企業經理人 所謂面臨兩難的問題 那所以呢我們也會有一個章節 專門來講你如何來發放鼓勵 或是保留盈餘這些課題 所以這是經理人必須要去做好的第三個工作 那第四個工作呢 是執行好的營運資金管理 我們到目前為止所講的都是比較 所謂的長期策略 所謂的長期策略就是說 我們公司必須要年復一年 要必須要去依循的道理 但是各位學會計的人也應該知道 我們有很多的公司 它事實上會有很大的營運資金的部位 所以營運資金就是所謂的 應收賬款存貨 那應收賬款跟存貨呢 這兩個東西在今天很多的產業來講 它是非常重要的 各位想想看 我們在財務管理裡面有一個潛規則 這個潛規則就是說 你如果有長期資金的使用 比如說你蓋101金融大樓 101金融大樓 資金會套勞在那邊非常多年 所以有關於蓋101金融大樓 這件事情所必須要籌作的資金 是長期資金 也就是說你要去跟債人講說 我這個錢要借幾十年 跟股東講說 這個是投資在101金融大樓上面 所以長期的資金 資金長期的資金需求 那像營運資金比如說 我們在資產負債表上面 會有存貨 會有應收賬款 那這個存貨跟應收賬款 它的資金來源是什麼 就是短期借款 短期借款要不要利息 要利息 對不對 要利息 那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回過頭來講 你如果公司有很大量的存貨 很大量的應收賬款 那你是不是要有很大量的一個短期資金 你是不是要跑到銀行去借周轉金 要 周轉金也是要付利息的 所以要 要 我們一個財務經理人 尤其像今天我們非常多的零售業 非常多的那個 那個 比如說像鴻海來講 他幫人家組裝電腦 組裝那個 電子用品 然後一組裝的話 很可能幾百萬部 幾百萬部的這樣 所以他的存貨部位 存貨包括零組件的存貨 包括製成品的存貨 對不對 那應收賬款 你要知道他們的應收賬款 通常也是非常龐大的 因為他們的那個 他們的一個客戶 有可能就是蘋果 有可能就是 世界上最大的那個 電子需求者 那一些人對你來講 是非常大的衣食父母 所以他們決定要什麼時候 還你應收賬款 可能不是由你決定 而是由他們決定 所以你很可能會保持 非常大量的應收賬款 非常大量的存貨 那你要怎麼樣 就要有非常大量的 短期資金 銀行的周轉金 那此可惜 銀行周轉金要受利息 所以對你而言 你要如何去 有效率的去進行 所謂營運資金的管理 就必須很重要的一個課題 尤其我們今天來講好了 大家都知道 鴻海的公司的毛利率是多少 有沒有人知道 鴻海的毛利率是多少 現在毛利率已經不到百分之八 各位毛利率是還沒有扣除消管費用 還沒有扣除那些其他的 那些零零碎碎的費用 之前的毛利率只有百分之八 那你今天到銀行界周轉金 我們今天的利息是稍微比較低一點 你的利率呢 很可能也是百分之二百分之三 OK 那你會想想看 我毛利率就只有百分之八 我能夠承擔多少的短期資金 你會想想說 其實也蠻對的 所以呢 你能不能做好的 很好的營運資金管理 會非常影響你的稅後淨力的大小 所以我們認為經理人 財務經理人 第四大的任務是做好營運資金管理 所以大致上我們這個課程裡面 就是要跟各位強調這個四大任務 那非常直接的 我們就把這個任務的範圍 其實有一點點再重複一次 把我們剛才在上一張所講的一些文字的內容 形成文字 那也就是說 你如果要進行長期的投資策略的話 就挑選好的投資方案 那 拿到很好的報酬率 那我們的 財務管理的前面幾張 大概就要講這個 如何去計算報酬率 各位要了解 因為投資的期間非常長 對不對 投資可能三十年五十年 那三十年後的一塊錢 跟今天一塊錢也不一樣 不一樣 那你如何衡量報酬率 你要一套非常科學可信的方法 然後才能夠讓你知道說 你五十年後會賺多少錢 那五十年後的一塊錢 等同於今天的幾塊錢 那我要去算書來說 那我平均如果真的投資五十年 每年的平均報酬率是多少 所以我們花一些時間去談這些計算的方法 然後去衡量 怎麼樣的報酬率是好的報酬率 怎麼樣的投資方案是好的投資方案 所以這是我們的第一個課題 第二個課題就是如何投作長期的資金 來進行投資的策略 那我們在這個領域裡面的話 我們先跟各位講講基本的資本結構的問題 如何計算資金成本 然後我們會談到很多資本市場的投資工具 因為我們剛才就講說 就有債券就有普通股 那事實上在債券跟普通股之外 這個資本市場還有其他的工具 比如說可轉換公司在比如說特別股 那這些比較少見的資金來源 他到底用在什麼樣的一個場合 用在什麼樣的一個地方 我們也會跟各位講得很清楚 那當然這個管理學員也有其他 像類似的課比如說投資學 或是其他的那個 那他們對於介紹金融工具上來講 應該會比我們這個更詳盡一點 那我們簡單的著眼點會把我們著眼在說 財務經理人使用到這些資金種類的時機 那至於他如何去評價 他如何去有一些detail 或是有一些比較新奇的一些條款 很可能在我們這個課程裡面 就不是那麼的重要 所以我們講的是非常basic 一些資金方面的一個籌措跟資金方面的種類 所以我們是達到如何籌措適量的資金達到 降低資金成本跟控制風險的權衡目標 因為他不是一個單利目標 他不是只是單單求資金成本的最低 也不是單單求風險的最低 而是資金成本跟風險 你如果說要資金成本最低的話 風險很可能很高 要風險最低的話 很可能資金成本很高 那如何在兩者之間取一個適當的均衡 那這就是我們的一個 第二個政策方面的一個任務 那第三個政策任務 我們剛才已經有講了 公司要兼顧未來的發展跟發放股力 因為發放股力的話可以帶來股價比較穩定 跟比較好看的股價 就增加在資本市場上面的一個支撐力 那可是如果發放太多股力的話 公司每需要一個資金的時候就要去籌措 那籌措資金來講的話是費時又費力的 而且同時也要把資訊揭露出來 所以對於企業的競爭策略來講 他很可能會希望有適當的保留盈餘 那所以我們也會談這些如何分配盈餘 是發放股力或是再投資 這些我們也會講到 那我們也會講到 就是管理我們的短期資金 也就是說我們的存貨 應收賬款 跟短期借款之間的一個關係 我們事實上可能在下一個章節 就會講到這個東西 那所以這是我們財務管理所定義 跟策略的範圍 那當然我們說 在大學裡面的課堂上面 常常會講出來說 我們都是追求股東價值的最大化 或是經濟學常常會講說 我們追求社會的最大的效益 最好的怎麼樣的一個東西 那我們通常來講就是說 把我們應該做的事 應該做的事 叫做Normative的一個Rule 就是一個規範性的一個做法 但是規範性的一個做法 跟事實上人們真正的做法 是有差距的 也就是說 其實就如同你們大學生來講 你們大學生你們應該知道 老師們已經說過 上課之前要預習 下課以後一定要復習 那老師的作業一定要好好做 不准抄 不准去寫報告的時候 不准去摳別人的 不准在網站上面 去怎麼樣怎麼樣 這些是對的事情 對的事情並不代表 所有的學生都一定會照著做 對不對 其實我們企業管理上面也是一樣 我們說經理人 我們希望他是這樣做 所有的教科書 說經理人因為他的最直接的老闆 就是股東 所以經理人就應該要依照老闆 所希望他扮演的角色去扮演 他要追求股東價值的最大化 所以他淋到一份薪水 他就應該要鞠躬盡脆 使而後已 然後就追求股東價值的最大化 那大家好像都不是很impressed的樣子 那其實就是這樣子 我們經理人真的會這樣做嗎 經理人真的會無時不地的去想到說 我要幫股東賺錢 或者我要幫股東省成本 希望創造股東的價值 那如果真的是這樣子的話 那事實上財務管理就好教很多 因為你就不用去考慮到 經理人的動機跟經理人的行為 跟股東價值之間的衝突的關係 那我們會不斷在我們財務管理的 很多的章節裡面 會提醒各位說 經理人有可能會產生 某一些比較脫離股東所期望的角色 那如果在那個時候發生的時候 那我們應該如何來做 有些事情我們可能有補救的方法 有些事情我們只能夠 把那個潛在的成本 計算在我們的一個條件裡面 那有些時候 我們很可能就是允許它發生 OK 因為並沒有所有的制度 都可以反反一般個人的行為 OK 我們希望就是說 那個大的錯誤跟過失不要產生 但是有一些小的事情 你很可能也防不了 OK 那比如來講 我們有發現到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說雖然在蠻多的狀況之下 我們覺得經理人還蠻乖的 就好像我們在 絕大多數的狀況之下 發現我們改大的學生 其實也還蠻乖的 OK 但是我們有沒有發現一些 不可理的狀況 有 我們在很多的管理的個案裡面 管理的故事裡面 我們都看到說 其實經理人並不是 always在追求 股東價值的最大化 如果他是的話 那其實財務管理或企業管理 就很好教了 但是他並不是 第一個 我們常常發現 經理人會做出一些 違反股東利益的一些行動 我們舉例來講 第一個 經理人會追求昂貴的個人享受 經理人 你像我們公司的高階經理人 他出國出差的時候 你覺得他會做經濟艙嗎 理論上他應該做經濟艙對不對 為什麼 你要省錢啊 對不對 可是你覺得就是說 他很可能會去做商務艙 甚至做頭等艙 對不對 那有可能 我們公司的那個高階經理人 只要有心的人來上任的話 我們很可能就幫他換一部車子 那這一部車子很可能還是 還蠻名貴的車子 要能夠象徵 跟這家公司 能夠比配的那種形象 跟他的一個地位 所以你很可能幫他買名車 那你說 理論上 就坐計程車就好啦 對不對 你計程車 你一年可以做多少錢 可是你買一部車 可能一部車五百萬 那加上你的那個司機 加上你的那個 維修保養 可能一年就要花掉兩百萬的錢 那你坐計程車 你絕對做不了那麼多 那為什麼不坐計程車 OK 那你就會發現就是說 那經理人的辦公室 也很大 那他所用的用品 那他出去吃飯 也不會去吃路邊湯 對不對 那有些時候外國客戶來 他很可能就 招待他五星級飯店 那也不是只有客戶吃 對不對 經理人自己也吃 對不對 你不可能請你客戶吃龍蝦 經理人自己叫一碗陽春麵 對不對 可能也跟他一起去吃 那所以呢 追求個人的講受 這個東西當然是損害股東的價值 有沒有 有 第二個 經理人 有 可能有一些個人自身的職雅考量 我們常常會有一些決策 我們舉例來講 在我們財務理論跟財務實證裡面 我們發現很多的時候 兩家企業在合併的時候 被合併的對象 我們通常叫目標公司 這目標公司呢 在整個合併的過程當中 他的股東的價值 股東的財富會增加 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也就是說你如果 你今天持有 B公司的股票 A公司想要購併B公司 那如果這個購併成功的話 B公司的股票會有兩成到三成的一個益價 所以益價就是會抬高他的價格 那站在我們經理人要扮演 追求股東最大化的一個角色來講的話 你一定會發現就是說 那真的符合股東價值最好的方法就是 B公司就讓A公司去並過去就好了 因為每一家每一個股東的話 他的財務就增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可是你會看到什麼 很多經理人他並不合作 為什麼不合作 你想想看說你的B公司被併過去了以後 每個股東都併有錢了 那為什麼B公司的經理人會不合作 那不合作的原因就是說 兩家公司合併了以後會有幾個總經理 一個總經理 那那個總經理是A公司的總經理 還是B公司的總經理 非常有可能就是A公司的總經理 所以對B公司的總經理來講 他如果沒有給他很好的一個安排 待遇的話他很可能就會不合作 那不合作的話 站在B公司的股東來講 就會損害到B公司股東的價值 所以通常來講呢 那個B公司的經理人跟B公司的股東 就會去談一個條件 我們在我們詬病的那一章裡面會談到一個概念 叫做黃金降落傘 叫Golden Parachute 那這個黃金降落傘就是說 為了讓經理人不要去阻擋股東價值增加的機會 他可能另外會付給這個經理人一個 當被詬病的時候經理人一個額外的一個津貼 這個額外的津貼就是說 讓他 我們通常從天宮降落的時候需要降落傘 這個降落傘 事實上就是有一點是黃金座的 就讓你降落的過程當中你是滿心愉悅的 那通常黃金座的降落傘通常會跌得很慘 那當然我們有些時候我們會看到說經理人一味追求成長 因為通常來講成長跟他的薪水是比較有關 那我們知道並不是所有的大公司他的財務績效一定比小公司好 大公司的股價不見得比小公司的股價要好 因為我們在財務實證的證據裡面我們發現就是說 其實公司我們假設他有很多的投資機會 但是你會發現就是說他只有某些特定的投資機會 符合經濟上的效益 也就是說我們假設我們開超商來講 我們如果開2000家超商的話 可能還是符合我們好的投資效益 可是當我們看到5000家超商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你會不會有些區域就自相殘殺了 然後你多了一倍的投資規模 但是你很可能投資效益就沒有那麼高 對不對 那所以呢 會有很多的公司經理人 他就追求規模要大一點 可是規模大一點的話 他搞不好達不到那個經濟上的效益 反而會造成股東價值的損傷 OK 但是你會發現有些經理人他還是做這樣的決策 那最主要就是說投資的規模 營業的規模跟管理員工的規模 有些時候是他薪水津貼上面的考量 OK 所以他很可能只是追求規模的成長 跟他薪水的成長 可能忽略掉他可能對股東長期價值來講的一個損傷 所以我們可以很容易的發現就是說 這個股東在做股東希望經理人扮演的事情 經理人很可能會忽略到股東的價值 那我們會把這樣的一個衝突叫做代理成本 所謂的代理成本就是說 因為今天股東 因為今天董事會沒有辦法事事公輕 自己去做自己該做的決定 他必須要透過經理人去管理這一家公司 經理人個人有個人的私利 所以呢 當我們委託經理人去做我們該做的事情的時候 他會因為追求個人的私利 而帶來股東價值的省傷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股東價值的省傷的部分 叫做代理成本 就是因為你有個代理關係 而產生對股東的一個負價值 我們就把它叫做代理成本 好 那這個代理成本呢 他當然是存在的 代理成本有沒有辦法百分之百倍消滅掉 代理成本可能在某種程度上面 他可以因為你願意去花一些代價 然後去設計一些制度 然後讓這個代理成本可以變小一點 但是理論上沒有辦法百分之百的消滅代理成本 理論上你如果要百分之百的消滅掉代理成本就是 你就該你自己的公司 你自己就是經理人 那你自己也是股東 那你做的所有的事情一定就是追求股東價值最大化 對不對 如果說你的公司是你自己的 那你出國的時候還會不會做頭等艙 可能就不會了 對不對 因為你知道就是說 那個頭等艙可能跟商務艙 其實舒服度差不了多少 但是你可以節省非常多的錢 你可能就做商務艙 甚至呢 你可能就做經濟艙 因為省下來的錢就是你自己的 對不對 那所以理論上 唯有你四四公斤才能消滅掉代理成本 要不然代理成本是存在的 那當然對很大型的公司來講 這個消滅掉 你要完完全全是四幣公斤的話 那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代理成本多多少少會存在 那所以呢 我們在這邊我們說 其實代理成本老早也被發現 OK 所以我們在企業的制度裡面 我們就發現已經有一些現成的一些制度 它其實最主要的目的是在消滅代理成本 OK 好 那我們這邊說 我們對企業的經理人所要求的是 希望他們追求股東價值的最大化 所以我們會希望經理人所做的決策 都要跟價值 股東價值最大化這個方向跟目標是一致的 所以最直接的方法 你如果希望說經理人能夠 時時刻刻都想到說 我做這件事情能不能讓股價高一點 那其實有一個最好的辦法 就是讓股東跟經理人的利益趨於一致 怎麼樣讓股東跟經理人的利益趨於一致呢 我們一般來講經理人比如說教授的薪水 教授薪水會不會因為我交出來好的學生多一點 我的薪水高一點 有沒有 沒有 那我今天我收的學生 我假設我收100個學生 我的薪水 10萬塊錢 我收200個學生我的薪水是多少 還是10萬塊錢 那你覺得教授會收100個人還是收200個人的學生 OK 那你為了讓教授說 好那既然這個教授書教的不錯 你希望這個教授能夠造福比較多的學生 那你要設計什麼的機制 你要設計一個機制就是說 讓這個教授如果更加努力的教導學生 把學生教得更好的話 你要反映在他薪水上面 這樣才做得到嘛 對不對 那所以呢我們這邊呢 我們就會設計一些契約 這個契約就告訴經理人講說 如果你今年達到某些績效指標 我就會給你多少認股權 認股權是什麼 認股權就是說 比如說台積電今天的股票 一股是80塊錢 那我會給你一些認股權 這個認股權呢 是每股的執行價格是50塊錢 也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達到什麼樣的一個績效 我會給你 比如說 10萬股的台積電的認股權 每股的執行價格50塊錢 OK 那如果台積電的股價是80塊錢的話 你一股就賺30塊 10萬股的話就賺300萬 對不對 那如果你今天是公司非常重要的經理人 那你決定要幫公司賣命 那讓公司的股價漲到85元 90元 OK 那公司的股東也希望 股價能夠漲到85 漲到90元 那你也希望股價漲到85到90塊 為什麼 因為你的執行價格是固定的 你用50塊錢 你能買80塊錢的股票 能買90塊錢股票 請問你想買90 買怎麼樣的股票 當然希望你賣出去的股票是90塊錢 對不對 OK 那所以呢我們會可以設計一些契約 然後讓我們的目標 股東的目標跟經理人的目標一致 那這樣經理人也會 事事都考量公司的利益 考量股東的利益 那這是積極的做法 那我們當然有一些消極的做法 那你會講說 那有些公司的經理人 拿不到目標 他也拿不到任股權 所以他就開始在那邊擺爛 對不對 那你當然也不希望他擺爛 對不對 因為擺爛是損害股東的價值 所以他們會希望有一些外部的 因為經理人自己管自己的帳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會請外部的會計師來審計 各位當然會計系的學生很多 你知道你們所扮演的角色 那外部的審計當然就可以發現 公司的經理人是不是在帳戶上面 跟計較上面 是不是有表現不佳的地方 OK 那如果有表現不佳的地方 因為有會計師來簽證 來審計 所以呢 今天經理人也比較不敢明目張膽的 去做很多不對的事情 OK 那這是消極的設計 那不管是機器的設計跟消極的設計 它都會怎麼樣 產生成本 如果今天經理人都乖乖的 或是如果今天總經理就是唯一的股東的話 那今天這個程序就可以完全不用 因為你設計這些程序 當然就是會產生公司的代價 那所以公司產生代價 你基本上要有一個目標 你產生的這個代價 所防範出來的經理人過失的那個收益 因為我們假設來講 我們花了一千萬去設計的這兩個制度 那你省下來經理人防備經理人的代理成本 一定要超過這一千萬 你不能說我花了一千萬去設計制度 那我產生的收益就只有三百萬五百萬 那你這樣的話 設計制度是沒有效率的 OK 所以而且我們回過頭來講 我們剛剛講過 理論上你沒有辦法百分之百消米 所謂的代理成本 原因就是說 如果你要百分之百消米代理成本的話 你基本上就是要讓董事會做所有的決定 包括買定書機 買橡皮 買筆的那種 親自要董事會的人 核准了以後你才能去做 對不對 那如果要這樣子的話 你是不是會產生非常高的代理成本 所以我們理論上來講就是說 我們基本上不想彌補百分之百的代理成本 我們只希望說我們能夠去設計出來的那個制度 然後能夠希望說 它所產生的制度所產生的利益 是大於制度所產生的成本 OK 所以我們說這些誘因跟機制 有些時候非常昂貴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說 想像的出來就是說 我們把這樣的機制做到極致 做到極致的話 你很可能marginal的benefit就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們希望說 我們消米的代理成本 是讓我們的那個 這些設計的機制的編輯成本 等於它的編輯利益為止 OK 我們必須要跟各位講一下 除了我們剛才所講的那兩種機制 一個是激勵的機制 另外一個是審計的制度 那除了這兩個制度以外呢 他事實上 經理人也不敢明目張張的 就是說去做審害股東的事情 因為他如果明目張張去做審害股東的事情 事實上對他自己來講 可能也不利 OK 那為什麼會可能不利呢 我們在這邊跟各位講一下 第一個來講 我們第一個已經有講過了 就是董事會聘任經營團隊 董事會可以以績效評估 或激勵契約的機制設置制度 讓經理人做符合股東權益的事情 此外來講的話 我們會說經理人本身 如果他目前還不是接近 非常生涯的末端的話 他理論上應該有一個考量 就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像今年陳偉英投球投得很好 他投球幾乎投得跟打筆修友一樣好 可是你知道 陳偉英的薪水 他還是打筆修友的一半而已 OK 那你會講說陳偉英 你的薪水拿了就比打筆修友少一半 那你就只要投他一半好就好了 你說陳偉英會不會這樣講 他不會 為什麼 因為陳偉英現在手上的約是三年的約 三年以後 他可以再去一心約 那三年以後的約 可能會依照他三年的一個表現來 所以陳偉英可能會覺得說 那我一定要好好做 儘管我今天的薪水不高 就好像陳老師一樣 陳老師現在拿的薪水是 Universal的薪水 可是我在想說 我如果好好教書的話 會不會有其他國家的 其他的大學來挖我的腳 對不對 所以我會很努力的教書 所以呢 你就會知道說 這些人為了增加他自己的一個價值 因為他最直接的價值就是說 如果你在原先的公司表現得非常好 股價上升得非常高 如果你繼續待在這家公司 你的董事會就必須要增加你的薪水 你如果不增加你的薪水 你就會被挖角 對不對 所以對我們來講呢 我們很可能某種程度上面 儘管就算沒有那些激勵制度 儘管沒有那些審計的制度 經理人在某種程度上面 他還是會努力表現 那努力表現 那是為了人力資源市場上面 對你的評價 因為你現在還年輕 你年輕 你當然就要建立一些事蹟 然後讓別人能夠 真正負你該負的價值 OK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也不能就是說 好 那我們講說 我也不是那麼年輕 那我如果老一點的話 我應該就 不要在乎那些東西 對不對 我們只要認為 你還在人力資源市場上面 還有一段時間的話 我們認為你還是會在乎這些東西的 其實說真的 能力資源市場不只於說 你在這家公司做到 退休為止 其實很多人退休以後 還會去當顧問啊 還會去做什麼其他的事情 所以你也不要說 陳老師在台大做到退休為止 退休之前我就可以擺爛 其實也不能這樣子 對不對 陳老師很可能退休以後 我如果光編台灣的退休 搞不好有很多的公司 會找我去當顧問啊 去當獨立董監事啊 我如果好好做的話 對不對 所以你的生涯價值 並不止於如此 那我們這邊也會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是一般的經理人來講的話 你也不能夠擺爛 不能夠擺爛的原因就是說 因為如果你一直績效不張 因為我們有很多的制度 很可能設計不良 那你會覺得就是說 我拿的薪水是固定的 我做得好 我達不到 做不好 我薪水也不會被降格 但是薪水 我拿現有的薪水是OK啦 因為現在非常多的公務人員 是這樣子 他績效做得好 會有績效獎金 他績效做不好呢 反正就是沒有績效獎金 那績效做得非常非常不好呢 好像也沒有太多的制度 因為好像我們現在公務人員 就算說 有那個制度說 有三趴的公務人員 要拿什麼平等 但我覺得這個東西 好像很難去施行 所以很多的公務人員 他很可能就在逃避任務 逃避責任OK 那 對一般營利機構來講 這不會發生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績效不好的話 會造成股價低迷 那你如果造成股價低迷 那你如果造成股價低迷的話 就會怎麼樣 當然公司的內部也會因為你績效負傷 就把你開除掉 那如果公司沒有因為績效負傷 把你開除掉 因為你把公司的績效弄得不好 讓你股價低迷 你就非常容易形成 詬病的對象 因為以往要買你這家公司 每股股票十塊錢 今天因為被你搞砸了 那每股股票只要三塊錢 我就能夠買得到了 那我乾脆就把你這家公司 買下來以後改造 那當然買你這家公司的人 也非常清楚 你之所以會成為一股三塊錢的公司 就是因為這些經理人的績效不張 所以我一旦把你詬病過來以後 就會怎麼樣 把你開除掉 因為你是造成公司績效不張的原因 所以就算你是一個 平凡的公司的經理人 你大概也會受到績效的壓力 因為你如果績效不張 你就會被詬病 你如果被詬病的話 那你很可能就失去你的工作 所以呢 我們在這邊要告訴各位的 就是一點就是說 沒有錯 我們說我們企業經理人的目標 是在追求股東價值的最大化 沒有錯 我們在實證的證據裡面 我們有發現很多經理人 他目前所做的一些舉止 是有傷害到股東的價值 但是我們舉的這些例子 要告訴你的就是說 經理人不會大幅度的明目張膽 或是持續不斷的去做 這些傷害股東價值的事情 因為對他來講 可能在某種程度上面 符合股東的期望 對他自己本身來講也是有利的 也就是說 你今天好好的做你分內的事情 追求股東的價值 然後拿到好的績效 對你自己的生涯來講也是有利的 所以我們說 沒有錯 我們有發現 經理人有傷害到股東的價值 但是我們在這邊要強調就是說 這個問題可能不是非常的嚴重 所以我們原則上 我們還是會告訴你 財務管理課本裡面 我們所教你的所有對的事情 還是要學 因為我們認為經理人 基本上來講 還是會去做這些事情 符合股東的期待 符合能力支援市場的期待 如果我們強調了一套說 雖然經理人被期待 要追求股東價值的最大化 但經理人都不再追求股東價值的最大化 那如果這樣強調的話 那我們財務管理課本還要學嗎 當然就不用學了 我們就是說 有 我們有發現到一些 經理人損傷到股東利益的事情 但是基本上那個問題並不嚴重 絕大部分的經理人 在絕霸部分的時間 都依照我們所講的那些 策略跟目標 想辦法去達成 那這樣我們 再講我們的財務理論 財務決策 財務是有邏輯的 OK 好 那我們今天就 上課上到這裡為止